在上次的教學影片是關於演員這首歌 等一下 我放這個版本 上次的教學是講演員這首歌 那有些人覺得好像對他來說有一點幫助 那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把我最近在聽的一些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首歌是飄向北方 他的音域到男生的最高音有一點尷尬 那你去聽王毅宏的聲音啊 他就會帶有一點點到底是真音還是假音的感覺 我們聽聽看 聽一下喔 誒誒誒 聽聽看喔 我站在天堂堂 這裡是最高的地方 等一下還有一次神Key 剛才是最高的 我們再聽後面 到底他的咬字是什麼 他什麼時候出現的類似假音的音色 什麼時候突然覺得咬字好像有點破音的音色 到底他的母音唱的是什麼 他到底唱的撐牆還是撐牆還是撐牆 聽到懂我在說什麼嗎 那我去聽一下他到底咬字的音色是什麼 是小聲怒跡 多少人家和過敏 是在一句 所以過個屍體 好 那再來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麼高的音啊 到底要唱的類似真音還是假音 為什麼我們這麼難決定 為什麼我們很難唱 因為他大概卡在我們的高音 拉左右 這首歌整首都在高音 收拉西之間 那如果你要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可以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唱 真音 但是最高你收拉西之間 叫的 請看喔 這是誰 大家看一下 HitFM夜貓DJ WOW D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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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很難會聽到Denis 會講說Denis Denis 他沒有要唱歌 他就只是講話 Denis Denis 啊 有一點點冰的感覺 可是他不會去送氣 大家好 我是Denis 不會 對不對 大家就講話 Denis 只是我故意講得越來越激動一點點 大家好 我是Denis 好像這樣講話就可以囉 然後呢 故意的在唱歌的時候啊 要再懶散一點點 因為如果太積極的話 整個猴頭跟咬字會越來越扁 就會太尖銳 什麼意思 你如果做成 Denis 就會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那你如果再加上原本咬字太用力的習慣 就會變成 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會跑出鏡頭外 OK好 就會變成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就會喉嚨很硬 我飄向 直接卡喉嚨 直接鎖喉 所以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啊 你要讓自己稍微有一點點 我飄向北方 然後還是要是Denis啊 他要有點感冒的概念 大家好 我是Denis 讓他破音沒有關係 讓他破音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 大家好我是Denis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這樣的話是唱出來比較接近假音的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做到類似這個概念 試試看囉 像這樣 這段是最長的一段solo嘛 最高 最高 好 看歌詞囉 你如果會唱成原本的咬字的人 就會偏向真音咬字的人 你可能會唱成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就會開始鎖喉 對吧 大家都會 那你如果完全不鎖喉 老師說要放鬆 你就會不小心 有可能會變成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就會太假 對吧 所以這時候Denis 尤其是感冒的Denis 就可以出來幫助你了 他是一個來自於我歌唱席座6的那個練習 嗯 就算是假音 也要去找一個類似鼻音共鳴的感覺 嗯 啊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他該換成假音的時候啊 你如果承受不住那個壓力 會變假音的時候 請你去找那個鼻音的感覺 嗯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而不是高聰孤老的城牆 高聰孤老就太下面了 高聰孤老 高聰孤老 而不是古老喔 你在嘴巴去鼓 那個嗚他 你就GG 任何問題 歡迎你們留言好嗎 所以在這首歌的時候啊 你要同時去練習 悶住你的那個 深門下面的壓力的感覺 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啊 啊 你如果在變氣音的時候 有一個壓力會突然不見對不對 變假音講話的時候 那個壓力也要一直在 就像你如果做成 大家好我是Denis 跟大家好我是Denis Denis 就會鬆開 對吧 所以要這樣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後面還可以有那個壓力在 可以嗎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哼 然後就可以慢慢唱成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高聰孤老的城牆 當不住憂傷 當然你要用真音去唱他的感覺 也是可以 我怕我現在會唱得很慘 你就可以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但是請你不要去唱 鄉 那個咬子你但一 那你就鎖喉 直接GG 所以聽王力猴 他怎麼唱那個鄉 或是憂傷 成牆 他到底怎麼唱的 聽聽看喔 前段 聽聽看喔 這裡 你聽他唱 別問我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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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可以承受壓力更強的 請你去找鼻音先更濃厚一點 鄉 鄉 不是鄉 鄉就完蛋了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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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嘴巴再開 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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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畜悠悠 多飄向美方 家人是否無恙 皆在沉重的心啊 這麼的惆怅 好 所以都一樣 都一樣 你到底你的方 你的樣 因為樣這個字啊 你會很習慣 因為講話會想到 一樣 一樣 那個壓力感覺 感覺在嘴巴對不對 突然一個 一樣 一樣 在壓力感會在嘴巴突然放掉 所以請你啊 去練習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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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不要動 像他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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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是在唸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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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他鬆開看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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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保留的壓力感 是那個 很鬆的喉嚨的位置 然後去做 欸 欸 樣 欸 樣 樣 不是 一樣 樣 就是鎖喉嚨 所以你不會 我飄向美方 這是否無恙 這是否無恙 不是 樣 樣 樣 假 有時候夾到太上面那個 你一想成假音 他就會 樣 樣 就會完蛋 所以你一樣 要去找那個 樣 樣 一個破音也沒關係 故意做一個破音的Dennis 大家好 是Dennis 我飄向美方 真是否無恙 肩上成縱的信仰 盛滿了抽腸 至少這樣都比 盛滿了抽腸好很多 那你用真硬的人的話 鼻音的感覺好像拉一點點 嗯嗯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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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是 啊 這個字 我飄向北方 真是否無恙 肩上成縱的信仰 盛滿了抽腸 其實我在這裡保持的壓力感是一樣大的 樣 唱 樣 唱 也是最後期望 那最高音的地方啊 是這樣子 你如果只能唱假音的人 如果你可以唱成 啊 出口的人啊 試試看可不可以把身體往下放 邊嘆氣邊做一些事情 啊 啊 不是 你不然去鎖喉嚨哦 你如果覺得還是會鎖喉嚨的話 請你一路破音 然後去找鼻音 去找一下那個 封好壓力感的時候 它不是鬆開的時候,到底是怎麼唱出來的 它就可以最高音的時候,我們聽一下 它就不是像像,你不會聽到這個 它會故意有一點點鼻音帶過去摩音比較多的感覺 故意讓它有一點點鼻音跟破音的感覺去做 然後呢,你如果只能做假意的人 我們目標就是讓自己變成 就像那全土飄散隨著風向 誰又能帶領著我一起飛翔的 我是Dennis 就好了 就像那全土飄散隨著風向 誰又能帶領著我一起飛翔 我站在天壇中央閉上眼睛 求意加人都平安 有沒有,還是有那個壓力感 最後還是可以 還是有這個東西在 但如果是 想到那個 就不出來 那你如果可以做得更強 更想做真音的人 可以先做幾個練習 像這樣 然後做 還有空氣在裡面 如果做成 你如果做成 你只要一變假音它就變破音 就破了 所以你要習慣 阿阿阿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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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有壓力在喔 好,那你就可以去做 救 救 不是 救 救 救救小那 不是 救 救小那 全土飄散隨著風向 誰又能帶領著我一起飛翔 我站在天壇中央閉上眼睛 求意加人 都平安 我飄向北方 其實就像講話 我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有時候破音 也沒有關係 可以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不要讓它變成一二三四五六 的講話喔 可以嗎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因為這首歌最高音啊 通常就是兩種選擇嘛 一般人就是真音去吼 那你要去想辦法 把你的真音這件事情 跟假音 去找到你的起點 你的起點 你到底怎麼做出 啊 啊 啊 那個 你到底瘋壓力 瘋在哪裡 然後那個壓力瘋住之後啊 你去念阿喲 的時候 它會像這樣 哼 即使嘴巴 一點都不用力 就算你一開始覺得很真靈 哼 還是一樣啊 但如果做成 哼 就那個壓力感就不見了 你去多多試試看 那個壓力感留著之後啊 咬字讓它盡量的輕鬆 哼 就像那塵土飄散隨著風向 假音也一樣 哼 就像那塵土飄散隨著風向 然後把鼻音再拿掉 就像那塵土飄散隨著風向 還是有這個壓力在 就像那塵土飄散隨著風向 誰又能帶領著我一起飛向 可以嗎 然後再用更真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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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塵土飄散隨著風向 誰又能帶領著我一起飛向 我正在天壇中央 被上演祈求一千人 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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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都平安喔 都平安就馬上鎖喉 好有沒有別的問題 這首歌的教學影片 我想這樣放到YouTube 已經夠長了 夠長了 那我們直播的閒聊時間就開始吧 有嗎有嗎 有十個人嗎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要關直播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不懂我今天講什麼的啊 現在有在看的人 有人不懂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 呃 不管像真音還假音啊 你可以開始去練習 把你的那個 找一下 到底什麼叫深門關好的感覺 深門關好的感覺 它來自於 空氣沒有在流通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關好的 我們其實並不需要特別去 找喉嚨當失利點 會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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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嘴巴很用力的時候 再鬆開啊 那壓力感好像會從嘴巴炸開 哈 哈 但你如果可以做成 這裡很鬆 哈 哈 哈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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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塵托飄散隨著風向 那你要練習那個壓力感 跟深門關閉的感覺啊 你就去練一些噴氣的字頭 可是母音要回來 啊啊啊 哈哈 哈 而不是 啊啊啊哈 哈哈 哈 很多人在唱氣音的時候啊 整個母音都是氣音 所以就會有一些 綁喉嚨的問題 只要感覺鬆緊就行了嗎 你只要先去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哈 就感覺炸開這件事情 是怎麼炸開的 然後呢 你在吸飽的時候啊 其實它就會有一個自然的悶悶的感覺了 其實你不用很用力去 哈 啊 其實不用 你知道感覺 哈 哈 然後呢 試著在講話的時候 一直維持那個壓力感 哈 我飄向北方 它會造成你整個咬字很容易推擠 然後你會習慣安全感從哪裡找 從鎖喉嚨的咬字找 別問我家香 香 然後就破音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香 就會這樣子啊 香 不行 香 越來越大聲的香 越來越高音的香 是來自於這個 啊啊啊 香 香 香 越來越大聲的時候 喉嚨沒有越來越緊 高音也是啊 別問我家香 香 不是香 香 就會鎖喉嚨 這樣聽得懂嗎 希望大家會了解囉 那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到九點 時間也是過很快對不對 其實 大家如果喜歡看一首歌的一些解析啊 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深創教育坊的YouTube 他們有 會把一首歌拆成每一個字每一個字 用哪裡共鳴啊 哪裡用氣音啊 哪裡用什麼共鳴腔啊 用什麼音色啊 他們都去解析 哪裡用轉音啊 那看那個其實還蠻有幫助的 尤其是一些覺得 詮釋上覺得自己的樂理 或是自己的那些音樂賞息的 那個背景不夠好的人 搭配丹田這件事情 呃 你會做 蛤 的話啊 看看可不可以做出 蛤啊啊啊啊啊 那啊啊啊啊啊啊的起點啊 就有點像是在做 蛤蛤蛤蛤蛤蛤蛤 狗喘起的概念 然後就啊啊啊啊啊啊 不能啊啊啊啊 就會鬆開了 所以你要